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狼 从四千美岛回来大概一个星期了 这一个星期的话基本上都没有更新视频 从四千美岛拍的那些素材很多都还没有处理上传 就好多朋友私信发微信问我 这几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视频也不更新了 地里面的话最近事情比较多 然后关键是没有网络 网络是一点都不好 有时候想看一下头条都看不了 网页打不开 老窝这边的话就是这样 WiFi一坏掉 想修的话很难 不知道要等多久 天天打电话他也不来 没办法 然后用流量的话很卡很卡 上传视频基本上是不现实 所以说就懒得去处理了 那断更时间也不能太久 这几天的话就只能是先处理好视频 然后找个有网络的地方给大家上传 这一期的话就还是继续上次四千美岛的那个话题吧 到了四千美岛的第一天 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陪同 看了一下沙盘 了解了一下四千美岛的大概情况 然后在酒店附近转了一圈 这一期的话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视频 这一条就是13号公路 这个13号公路 说这个52南就在那个方 然后三个方就在右边 然后它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对 我们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再放 因为是 嗯 这里是建一个大酒店是吧 嗯 这一个啊 我到瀑布下面下面是现在有桥吗 还是以后要修修一条桥过去 我昨天半夜到了我以为是瀑布 我这房间打开我听到外面有声音但是看不见 对 然后早上六点六点多 我说看一下天亮没有 一看一枚公河就在边上 对 这个就是我们游泳池 大叔建成了也是漏片游池 对 你大叔可能在这里假如说拍照 也可能可以 也可以类似拍出来一些 就是 无边泳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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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要是 不是雨季的话可能很多小岛路出来的 对 不是雨季的话 那个水 而且水灰变是难得的 对 对 老挝这个雨季就是这样 雨季的话它马上河水会变水 对 那河水我们也才修到这个水灰长了 没法继续修 对 对 嗯 这个河水修好了 我们大叔会 正在这个河水有一条就是 景 观景 观景道 对 客人有个住宿店 对啊 逛一逛 对 现在这个雨季河的 边上的观景道就是散步嘛 对对 吃完饭没事可以在这边 嗯 这是 挺宏伟的 这客房里面什么是 客房是12间 这那边的客房我们46间了 21栋别墅里面有16间房间 再加上这边的话有12间 这里加起来130间 130间 130间 大概我们300人可以大叔住 他们这个床要是滑步渡被流下去 这几乎是到瀑布下面的 是啊 对啊 你看这个如果说没有动力的船的话 你被水一冲就直接冲下去 是应该应该是想过来 这个船很小的 如果说不会游泳的都不敢坐 哈哈 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的独木舟一样 小小的 这个水流 还是蛮急的 对啊 水流水流还是蛮急的 那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没头没尾 看完沙旁 其实我们整个酒店都灌了一球 但是中间要不然就是在开车 要不然就是在走动 所以说拍的素材不是很完整 那就说酒店的整体环境 大家通过我其他的视频也可以看到 就不重复的 在视频里面展示的 那下一期的话 带大家看一看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就是在老窝的世界里面展示 那下期再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拜拜